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特朗普重新上线 媒体格局要变吗 我们知道在今年1月6号 美国国会大厦预袭事件之后 特朗普多个社交媒体平台 都受到限制 那这位昔日靠着推特治国的总统 也是耐不住寂寞 最近是推出了一家新的数字媒体企业 名字叫做True Social 它是以对抗Facebook和Twitter 这些公司为目标的 并且表示将会通过 与一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合并上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PAC的方式 那据报被特朗普选中 合并上市的这家公司 叫做DWAC 就是Digital World 这家公司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美股方面 是上涨超过350% 盘后继续上涨超过44% 可以说是接近了4倍 您会怎么来看待相关这个消息 那当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当作一个故事听听就好 还是说真的有可能会掀起 社交媒体界的新浪潮呢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们昨天在了解到之后 觉得确实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隔岸关火 好像更多是太热闹 但是我们在过去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见证了很多互联网企业 同步道有 也就是它的模式使不断的创新 大家之前都觉得 我为什么要去看那么短的短视频 但是后来发现 DTOP的抖音快手 这种短视频风靡全球 不仅仅在国内有这么好的市场 其实全球 大家都有这么多闲散时间 去碎片化的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永远不能说 我们不迎接 就是这一个模式 不会有新的一个 不会有春天 所以特朗普在做的这一个 所谓的新的媒体格局 我们还是抱着一个 就是研究了解的心态去做 那首先我们从政治这种局面来看 其实它更多的 其实它还是不甘心去败北 在这个总统选举之中 所以它一直要与当局来对抗 所谓的这个 目前的主要这个 主流媒体觉得都不是特别偏好它 所以你会发现 它又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 这个生活并不是一个 纯粹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它的拥足者 更多的可能是它的一个信徒 而不是一个真正 会充分利用自己的 把所有的媒体 搬到这上面来的一些用户 所以它的持久性 还是有待考量 第二我们从经济模式来讲 其实它更多的可能 还是一个内容上面的一些 就是牵扯一些 大家可能把其他内容过来 那可能就是在国内 我们更习惯的是不是 你从这个微博上面 你腾落到了今日头条 对吧 其实你觉得 只是内容的不同而已 平台不同而已 并没有发生整个变化 你仍然是新闻的一个媒体 没有带来一个新的模式的变化 对吗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 就是完全崭新的一个格局 所以这个我们目前来讲 可能还是要做一个 这个科技去观察 更深情思的这些变化 或者它是不是带来 我们整个这个 尤其是美国甚至到全球的一种 这个平台媒体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还会去上岛 所以我觉得 目前来讲 可能还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特朗普 实际上也是一个网红总统了 他确实是有着自己的一众信徒 可能这一部分人 对他还是会非常支持的 另外就是他所谓的这种 对抗Facebook对抗Twitter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抗衡力来讲的话 这里还是画一个问号的 但是最近我们也是发现 这些互联网龙头 也是在往新的领域去发展的 Facebook这方面 这一周我们就不断地聊到 它是要发展元宇宙这个概念 那是否它也是会开启一个新的里程 这又给到投资者哪些启示呢 我觉得其实Facebook在过去 很长一半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做一个 相对来讲 其实就像腾讯在国内一样 某些新的领域 有新的这些pioneer 这些开始做得比较不错的 一些企业 那腾讯其实跟在后面 它可以选择直接去收购 就这个Facebook在全球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 我们就它其实在这也是这样 就是看到有新的这个领域 我可以去收购 然后我再去加弹 用我资本的一些力量 和我本身在这个导游 我就是这个流量的一个力量 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 降完脚跟 基本上把其他的竞争对手 都挤出去 那元宇宙呢 其实在过去 大概大概大概年的时间 基本上是不仅是美国全球其实都很火 我看到它这种信徒 尤其是这个 它的用户和它这个支付比率非常高 还是说明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吸引力 我觉得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应该我们会看到这个领域 或者这个行业会非常迅猛的发展 那时间的这个周期 我们现在并不是特别确定 它会衍生出一个完全 更新版的一个游戏的一个世界 所以其实也有可能 所以我想对于投资人来讲 我们关注一个企业 它不仅仅是它维持现在 龙头地位的一个能力 更多的是它不断地跟随这个技术 然后夺动新的这个市场的能力 其实腾讯和Facebook 在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 这个专专考 就是业绩都非常好 战绩都战绩赫赫赫 所以我想作为投资人来讲 其实喜闻乐见 更希望这样的企业 其实能够不断地尝试 更有希望的一些企业 我觉得对投资人 其实是好出来的 那Facebook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不管是广告 其他的这些领域 其实基本上 还是能够给大家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卷 也就是这个财务报表上面 在新的领域上做一些尝试 尤其是我们的 它的资金也其实非常雄厚 这方面的投资 其实完全不会伤心动股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对投资人来讲 其实我觉得是显得见 另外我们看到 元宇宙这个概念 是最近被大家提及到 尤其是Facebook打了头阵 相继的也有一些公司 开始在这个领域发力 最新我们看到 快手的李斌就表示说 短视频平台是VR体验 获得增长的最佳途径 而且我们看到 快手这一方面 也是获得了大航生目标价 至140元的位置 预料上级收入增加 30%至200亿人民币 今天我们看到股价方面 也是直线上升 目前也是站稳在 100元上方的位置 市场对于快手这方面 它的前景又会有哪些期待呢 我觉得快手它目前 这个国家反弹 可能更多还是对了 它跌得太多了之前 因为对于就是李斌所讲 这个它毕竟还是一个目标 落实下来 其实还有相当大的一个难度 时间其实周期也蛮长 我觉得目前头对这肯定 还没有看那么远 但目前来讲 对它这个估值 毕竟影响它上市的时候 300多块钱对吧 现在维持这个价格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 不仅仅是这个散货 其实非常多的机构 还埋在里面 大家觉得这个估值 其实有点太 也有点低了 大家觉得其实还是 有这个投资的机会的 所以我想 最近的股价反弹 就是只要有一点消息 就会有一些资金 去做一个短期的这种博弈 那能不能成为 一个长期的升浪 我觉得更多的 大家还是要看 第一是大的一个市场 也就是说整体 这个大家情绪的变化 第二呢 就是本身这个公司的业绩 因为快手上一次的业绩 其实很不通 就是上市之后第一次 业绩不怎么样 所以要看看 接下来的业绩 所以这两点 如果同时具备的话 我觉得它的这个反弹 才能去具备 一个相对长期的一个趋势 目前来讲 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博弈 首先就是大环境之下 大家情绪的一个回复 另外就是自身业绩 这一方面能够站得稳的话 股价才会一浪 高过一浪 另外呢 也是很想跟您在聊的 就是关于社交媒体 这一方面 最近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 那我们接下来说的 这个故事是关于B站的 最近我们看到新闻当中 B站当中 有一个up主是凭一己之力 拉升了A股上市公司 14% 这位大V的名字叫何同学 他是把苹果放弃的产品 凭一己之力做出来 然后在B站当中 是讲给大家听 而且我们看到呢 B站的播放量 就接近400万 微博转发超过15万 知乎榜当中 他也是第一名 那这样的一个爆款视频 直接是让相关的这个 乐哥股份暴涨14% 这样的故事 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 媒体的力量 还有就是B站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一个创造力 所以未来对于B站 这样的股份来讲 是不是不可估量 值得长线投资呢 其实B站呢 你也知道 我推荐很多次 我非常非常喜欢 B站这个平台 在所有这种平台媒体中 我觉得它能够脱颖而出 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那何同学这个视频 其实我也觉得 是他的中视粉丝 看到很多个 对于这个国粉 确实我觉得 我今天也有非常好的 我觉得非常好的动手能力 而且非常有能力 整个在这个店子上面 那毕竟才大学毕业 人家已经跟库克见过面了 所以也能说明 它的这个影响力 那对于这个平台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个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断地验证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视频网站 即便是你在微博吧一下 只要是这种大V 你会发现 其实对局部的这些行业 或者是个股 它的这个股价影响都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 大家现在对于信息获取 其实渠道已经非常多了 很多元化 而且是非常迅速的 基本上瞬间就可以拉长停 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也会看到 非常多这种官方媒体 甚至这种大型的这个经营机构 其实都已经入主了 所有这种精态媒体 甚至人民日报 天天发这个 这个公众号 发特别前一天 发十几二十个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只要是通过这个 舆论或者说这种影响力 其实整个我们身边这种媒体 它的渗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这一点能够看出 我们其实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以前是只看电视 后来只看报纸时候的电视 然后现在手机 手机之后 大家也不看新闻推送 大家基本上看视频 对吧 就是它是一个慢慢的演变过程 如果真的像那个李宾 快手的李宾讲 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VR 大家都去问这个DC 这种裸眼的3D 其实是可以做到 以后手机是不是打开之后 都有这种裸眼3D的一个效果 主要硬件具备 大家可能还会花更多时间 在这上面去做销售 不仅仅是信息 所有的娱乐会在上面 我觉得其实平台媒体 或者这种是相关的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公司 都是未来我们相信 会发展非常迅速的行业 不仅仅是资金会投入 就更多的人也会投入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其实特别关注 哪些行业是有未来发展潜力的 那我想这个其实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未来相信 会发展潜力特别大 不仅仅是这个需求很大 而且我相信所有的资本 也会特别的追逐在里面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在投资过程中 也不断的就是 其实我们投资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强试 大家都喜欢用的 你就是买就对 所以这个领域 我觉得大家还是 值得积极去关注的 会有非常多优质的企业在做 我还是要拍摇 我们下期见 wai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